大哥 好 你好 来来 外天冷啊 还行 这位介绍一下啊 大哥 多年轻 好广才 好大哥 范晓燕 范大姐 你好 演员这一块挺 还行 你瞅这一人也挺老实八角的 也不像人家说 这个把面玲珑挺会说的 不是那样的 但是也挺好 这人是挺好 栗子超的 早上说了说了 严谈橘子的气质 什么也算行 初次见面 范大姐和好大哥 对彼此的第一印象都不错 也都愿意再继续了解一下 那个大姐来先看看大哥家里头 跟你家有啥共同的栗子 感情栗子 感情栗子 好好 小小小 打呀 有啥 感觉 感觉 看看 来 有啥 哎呀 花 我也爱好养花 是啊 特别爱好 大姐家我们一进去 家里头也是 这大哥家你看看啊 这儿 你玩些养花 两种虎必来 对 我也是 是不是 大姐养花特别有一套 她那一根花也是养 家里很多很多 二十多个不只吧 二十多盆 有什么样的 看来 哎呀 这么多呢 哎呀 花儿不行啊 就照人家他会养花 就差老了 只不过就是说 这就不错了 挺好了 你说一个男同志 家里养这么多花 带样的感觉 挺好 挺好 爱好养花 我也爱好养花 心还挺细 难得能做到这一点吧 这就不错了 来 再看看啊 看个肤子 来 姐 你看看这个 这下就叠着 多栗子 是不是栗子 栗子 栗子 大栗子 比一般的女的都栗子 是不是栗子 正常呗 大哥我给大家看看衣柜 来 姐 你看看啊 这是我刚才发现的 哎呀 真粒的 你看看这个衣服 裤子疊着 挂着板板整整 板板整整 对 哎哭泣还挺直流的 哭泣还直流的 你说就是底下 都这么粒着 都搬着一叠的 真是不是说 谁都能把衣柜都叠成这样的 就大哥那衣服都怕落灰 来 我们你看看这边 就是大哥的所有的 都不用袋 怕落灰 怕那什么 这就是良好的习惯 嗯 真是的 大哥只能总结自己这些习惯 这么干净吗 没啥习惯 就是正常干净吧 怎么那么轻 该熟熟熟的 你看有多粒着 那屋里那个柜 不穿的那个 不管是什么 你都搞袋都装了 我那个衣服都没有它 这么粒着 哎呀厨房也挺粒着 是啊 嗯嗯嗯 姐你看看这个 嗯嗯嗯 看着了吧 看着 不用我说这是啥意思 知道了吧 似曾相识 好样从你家拿来的 这个 一样一样的 对对对 你跟大哥说说你家里都是啥 都是有啥 就是亮的啥东西 你俩可以聊聊 苦瓜 这一瞅就是那个苦瓜 那个 你俩说说就为啥 那个苦瓜 下茬的多了 完了吃不了就切根 这啥不见血纸见血压对吧 是不是 吃 见血糖什么的 嗯 这也是懂得养生的 懂得养生 嗯 铺铁银银 铺铁银银对 嗯 我也有这个 夏天穿 嗯我也有 你看他也我看也知道养生 你看那不也有呢 也有那些玩的 起码养花和那个养生爱好 这两块这都都挺 这就有共同点 经过简单的沟通 好大哥和樊大姐发现 养花晾干泡水的养生方式 竟是他们共同的习惯和爱好 这对他们来说实在是太难得了 两个人的距离也因此在瞬间拉近了 一坐下来 好大哥就直接说出了 自己的择偶标准 我想找我就是说 尝试啥两个人能喝到来的 钱都一喝的 能度过后半生的 要求不高的 这种想法 大姐要求高不高 我要求也不高 我就是 就是说的呢 俩人画的 一定得能落到一块肚去 就是说的 用老百姓的话 就说得对撇的 哎 你这才能干啥 你要是说的 你什么事都两拧着 那就不行了 我一瞅吧 现在吧 好 这是共同爱好 现在符合两条了 这个不容易啊 匹配度高 没有这么高的 好大哥和樊大姐 都符合彼此的择偶标准 连樊大姐自己都忍不住感慨 他们俩的匹配度 实在是太高了 不客气 你不客气 故事 不客气 你是把我 要喝了 安全